你 你说秋阳都趴到她身上去了 你小声点 当时 侯姐姐就这样躺在那里 李国就这样趴在她身上 这得喝多少酒啊 醉成这样 都说酒要乱性 酒要乱性 这幸亏你回来了 要不然真出大事了 来来 你自己小得就好了 千万不要说说我说嘞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嘀嘀咕咕的了 这何曼丽长期住我们这儿 可真不是回事 你说说看 她跟四家又这么要好 咱也不能碾她走啊 那你给她紧跟李总或林姐说 给她介绍一个有房子类对象 她老见不处对象 一个人素责 这事我得考虑考虑 好了 你先去休息吧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这事 来了 你放心 我来追你也得很 嗯 哎呀 哎呀 爹 妈 您还没睡呢 没呢 这林四家人事不错 善良 宽容 又热情 你跟妈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妈 您又想哪儿去了 怎么可能呢 妈可是过来人 我可从你的眼神里 看出来了 妈 你就别多心了 我没多心 不然 你看着妈妈 妈 你 你是干什么呀 儿子 你可以喜欢她 就像你喜欢你姐一样 喜欢她 可你千万记住了 不能越雷池一步 她人是不错 可她是有夫之妇啊 你今天也看到了 她有个多么慈祥的婆婆呀 又有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 她们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 妈 这些我都知道 我看你啊一点也不知道 有些感情啊 就像地里的野草 刚一冒头就得把它掐掉 如果让它疯长 长出了势头 那就麻烦了 同样的道理啊 一个幸福的家庭 说不定哪天就毁掉了 儿子 你可要好好想想啊 千万记住妈说的话 别干傻事 我走了 妈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不辜负爸爸的希望 明天我从一缅寺辞职 和你一起回来 进行咱们的青青农场 我没听错吧 我的好儿子 她们那儿引进了好多 国外的技术 所以你看啊 花圃里有好多好多 漂亮的花儿 这有黑色的郁金香 漂亮吗 妈 我说你这么喜欢园艺以后啊 就带着妈 多多 常去那儿玩去 好啊 你看妈今天那么高兴 她一直在说 她以前养芦花鸡的故事呢 好 可惜你没去 那边空气真的特别好 是吗 空气的味道都是香的 一闻哪 就陶醉了 这个是顾然的妈妈陈阿姨 怎么样 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女 顾然是因为今年哪 她爸爸年初的时候 心脏病突发 所以被迫回国的 那个 这是哪儿的花啊 这个呀 是南美的呀 南美的 曼莉 你醒啦 你们怎么还在寿房 没有睡觉啊 我们俩看照片呢 你怎么样 我中午吃的那些全都吐光了 现在肚子好饿 想到厨房下完面吃 上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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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给你下 去去去去去 我不用 我没事 真的 却阳 我完全不嫉妒 我是怎么回家的 有没有出洋相啊 没有 没有出洋相 你就是喝醉了 私家看你看了好多回 你一直睡着呢 私家 这几个北方人太厉害 太能喝了 公司好几个人都喝不过他们 要不是曼莉给我挡酒啊 我怕我也废了 曼莉也不能喝酒啊 你忘了大学毕业那天 她喝多了 然后喂病患了 你还喝酒你 好了好了 曼莉肯定就是为了帮你 舍身取义了 还是老同学靠谱吧 嗯 去表现一下去 表现什么呀 做个拿手的鸡蛋面哪 感谢一下 好 好的 做面去 来 过来 干吗 过来呀 还晕着呢 喝那么多酒啊 还是不舒服 你下回不许那么傻了 听到没有 傻实在 你看 漂亮吧 漂亮 我今天去了农场之后 我才知道 那儿才是我的天地 以前和邱阳在一起 做生意的时候 就像今天你们这样 应酬太多了 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 跟一些喝酒的人 成天在一起 除了喝酒抽烟 他们就 乌眼瘴气的 这种生活不是我喜欢的 到了农场之后我才知道 我还是喜欢这里 我们今天吃的烤鱼 是自己从河里釣上来的 真的呀 还到田里自己摘了菜 自己做的 跟你说件事啊 什么 我打算 重新去考康内尔大学 什么 你要重新考康内尔大学 为什么不行啊 四五十岁的人都可以去考呢 不是啊 那 那邱阳怎么办 还有阿姨啊 还有多多呢 怎么办 你看你紧张的 我逗你玩呢 我不是去美国 我是去青青农场 我和固然还有陈阿姨说好了 他们要办班啊 我是第一批学员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重新报考呢 看把你紧张的 我到这儿想去 梦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无奈的 再也没有机会去美国了 走吧 去厨房看看 走 嗯 曼丽 今天固然她妈妈说 要给我一块地呢 真的 以后说我想重什么 就可以重什么 你不知道啊 我这一下子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啊 太无聊了 送完多多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以前你还能陪我去健健身 逛逛街什么的 现在你也要去上班了 我就整天在家里待着 你知道吗 我长了两公斤 真的啊 我倒是瘦了 有压力和没压力的区别 就在这儿了 以后呢 我就把我的精力 可以稍微分散到 青青农场上一点 还有一些试感 你说青青农场 来来 对啊 青青农场啊 谢谢她妈妈的地方 我听说这个青青超市 他们有一个农场 难道就是 好像陈阿姨说她真的 有一个有机超市啊 你想啊 那个死去的那个 顾老板顾天明 他不是有个儿子 在美国读书吗 对吧 会不会是顾然他爸呀 这个青青农场 就是他们的产业顾家的 顾然顾天明 青青农场青青超市 你还别说这事 还真能连起来啊 那顾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这一茬啊 这层关系啊 怪不得这顾然老是跟我对着干呢 感情是在旗舰殿装修事情上 还没过去呢 不行 找一天我得把这事情问清楚 不用问了 顾然 他就是顾天明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啊 四驾 那个时候在技场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 这个人挺面熟的吗 结果在你们结婚十周年那天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我们结婚十周年 就是 就是 他家和我家早年是邻居 他爸爸 妈妈和我妈妈 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爸爸就是顾天明 妈妈就是陈静怡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 怎么那么面熟呢 因为他跟顾天明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你看你看 今天你们农场没白去吧 套出一个大秘密 你早就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不是啊 那个时候旗舰殿和超市 不是在闹别扭吗 我看你也挺重视他的 他又那么欣赏你 就怕把事情给弄复杂了吗 可是我再想一个问题 这固然为什么来我们医美司啊 他是学农科的 他应该 家里还有一个农场 应该回自己家里去啊 我觉得就是巧合 不是巧合 肯定有问题我告诉你 他回国第一个工作 就来到我们医美司 肯定有他的目的 你知道吗 来者不善 你想太多了 谍战片看多了 老婆 我只能说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泄露标底的事是固然干的 老公 我觉得你太偏激了 我 而且固然把我带到青青农场去 那如果是他干的 他这不是自己找川帮吗 是啊是啊 秋阳 如果事情是他做的话 那他必都来不及呢 他干吗呀 对啊 可不管怎么样我想过了 这个人必须辞退 李秋阳你太武断了 再说我觉得呢 就算你不辞退人家 人家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今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啊 说起他原来的专业还不错 不去做就可惜了 他也听进去了 也好 也好 最好是让他从公司辞职 对吧 毕竟 在某些方面我们 医美司对他还是有亏欠的 你说固然是 顾老板的儿子 我们都被蒙在鼓里了 赵勇 我相信你应该认识他吧 我哪认识他呀 他爸死的时候 他还在美国呢 上次我让你去医院协调 安排他住院 还有那个 给他们家送钱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固然应该回国了 我没见过他呀 我每次去都是找的 顾老板的太太呀 毕竟最重要的家属就是遗孀啊 要不这样 给固然打个电话 让他到公司来一趟 我想跟他好好谈谈 你要找固然谈谈 我跟思佳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吧 这冤家易解不易结 对吧 之前呢固然也来过我们公司 我们得摒弃前嫌 对别人态度好一点 那 行了 去吧 赵勇 你上次不是说你去顾家的时候 被他们顾家的儿子打了吗 这儿都肿了 这顾家到底有几个儿子啊 是这样 当时屋里人太多 拳头打过来的时候 说实话我也没看清楚 到底是谁打的 反正是一男的 站在顾太太旁边 行 你先去忙你的 好 表哥 麻烦来了 怎么了像着了火似的 李秋阳已经知道 固然就是顾老板的儿子了 他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 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你看这事闹的 本来好好的 磕瓜子磕出个臭虫来 那你怎么说的 没让李秋阳绝出点什么吧 我一口咬定 我都是去见顾老板的太太 没见过他家的儿子 对啊 这不就结了 那你慌什么 问题是他让我这会儿 给顾然打电话 他要跟顾然谈话 万一说起那二十万的事来 那我该怎么说呀 那不就彻底露馅了吗 顾厂长 这么巧啊 我正把找你呢 你找我有事吗 不不不 不是我找你 是李总要我给你打电话 是他要找你 固然 你怎么过来了呀 好 李总找我 来了也不跟人家打声招呼 我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 李总 李总 来来来来 进来进来进来 听王总监说你找我 是是 来 坐坐坐坐 顾然 昨天私家呀 带着母亲还有儿子 来坐 到了青青农场 听说你妈妈特别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什么烤鱼啊 玩得特别开心 所以我得谢谢你 尤其是谢谢你的母亲 李总 您客气了 我会转告给母亲的 好 顾然你知道吗 曼丽的其实是我和私家的老同学 他也是刚刚告诉我说 他的母亲跟你们家的家人 都关系特别好 对 是吧 我啊 我之前不知道这层关系 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啊 我们旗舰店装修的时候啊 因为我想把 把旗舰店扩张一点对吧 那个和隔壁的青青超市 发生了一些矛盾 具体地说应该是跟您父亲 发生了矛盾 在这个事情上是 我有责任 因为当初呢 想做旗舰店的时候呢 我一心想要扩展 把旗舰店做得大一点 对吧 没有 考虑到你父亲的感受 我也不知道 你父亲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 以至于后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 我心里挺遗憾的 所以你能够来到我们医美司 我是真的很欢迎 李总 好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 那我就直说吧 好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胸怀宽广 我父亲的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会继续调查下去的 您是我的老板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朋友 今天就算你不来找我 我也会来找你的 我要把这份报告交给你 你干嘛呢 什么干嘛呢 汇报工作啊 那你进去呗 我 我这儿等着呢 你要辞职啊 是的 这件事跟您跟医美司没有关系 纯粹是我个人原因 我之前听思佳说过 你想做回自己的专业是吧 是啊 能够做回自己最喜欢的专长 那是挺好的 这么说你同意了 我同意 不过 有件事情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是想问标底泄漏的事吧 没错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泄漏标底 是为了来报仇的 经手人是谁 标底泄漏给谁了 这不应该是由我来回答的问题 明白吗 你不回答这问题谁回答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今天能够和你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 首先第一点是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尤其是你父亲 第二 曼丽 私家 一晚上劝我 让我跟你好好谈谈 所以我才会坐下来跟你这么谈 行了 我也不和你扯那么远 你是这个标底的经手人 你嫌疑最大 说准确一点 就是你干的 李秋阳 李总 说这话要凭证据的 你明白吗 连你自己都承认我父亲的死 跟你是有关系的 我恨你 甚至非常不欣赏你的为人 但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我是不会随便乱来的 更不会做出泄漏标底这种违法的事情 就我固然受到的教育 这种不齿下作的事情 我做不出来 请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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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我建议过你 标底的事你可以立案调查 我哪儿也不会去 就在农场待着 什么时候你调查清楚了 可以叫警察随时来找我 固然 固然 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辞职了呀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我心里准备都没有的 你说 你把事情弄得这么极端 为何李总搞好关系不说 还非得把自己往绝路上推 这么好的公司 你以为很容易进来啊 徐乐乐 谢谢你当初把我介绍到公司 对不起 我辜负了你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 你是好女孩 热情 单纯 而且还有漂亮 我知道我这样做 太自私了 我想跟你说声 抱歉 我一直都把你 当小妹妹一样看待 对不起 对不起 她都把她 using Evee, 学生 这不便会 过多职务 对不起 过嗎 跟不过你 客人 我们会做 我的名 elderly 你改变主意了吗 许乐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跟李秋阳居然是夫妻 如果我要报复了李秋阳 那就等于害了林思佳 所以 我只能暂时选择沉默 甚至有的时候 我都丢掉了 莱姨美思的真正目的 这个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 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 姐 昨天在农场 我第一次看到林思佳 那么的无拘无束 那么的开心 看 这是我给他拍的照片 你看他开心的 就像个孩子 姐你知道吗 他对原意的热情 完全燃烧了我 他爱上了我们那片农场 还说要承包一块地呢 所以你辞职也是因为他 姐 我把我的心里话都跟你说了 你会不会觉得 我爱上了有夫之妇 太傻了 太愚蠢了 你跟他表白了 哪敢呢 我当然没有表白了 我就害怕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到时候他会不高兴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那也就是说 四家 他还不知道 你对他有那层意思 我觉得他好像 对我没有那层意思 而且他还撮合 我跟那个小秘书 许乐乐好呢 故人 爱本身是无罪也是自私的 人生很短暂 谁都希望 可以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可是 人生嘛 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 又有谁 能够什么事情都如愿呢 不是都说了吗 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是有多少人 能够完成这个愿望呢 你是我亲爱的弟弟 我希望你可以幸福 我希望你可以幸福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四家的事情 你还是放手吧 我会有结果的 我希望你 我想问你 你对 你别问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是过来人 所以我才会这么劝你 会很痛的 来 表哥 你怎么才来呀 临时遇到点事 收获不小啊 表哥 那笔钱的事啊 我正在想怎么应付 没想到突然那小子 直接了当提出辞职了 怎么样 我说你用不着慌吧 不过这事 早晚是个祸害啊 那很简单 明天你去找那个李秋阳 向他坦白 然后呢 把钱的事跟他讲清楚 二十万你再还回去 不得了吗 还回去 省得你天天犯迷糊 我这耳朵都听出中耳炎了 那二十万你动了吧 动了 动了多少 省不多了 我就知道你动了 你干吗不留着 你干什么用了 真给崔华盖房子了吗 当然了 表哥我那点钱派什么用场 你心里都有账啊 不会是新开发了哪个美女吧 哪能啊 我对付一个翠花就够了 我哪能像表哥你活得那么潇洒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凑够哪二十万呢 表哥 我倒没什么 大不了被抓进去 我是怕呀 影响表哥你的大局 那钱我先备着 那钱我先备着 他们要是查出来 我就还 要是查不出来 我就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你还个屁呀你啊 从小到大 哪次还给我了 我去 算了 我最后再救你一次 我先把你扔了 谢谢表哥 可是 话说回来呀 我就是把钱还了 他李秋阳能饶了我吗 他想 好你个王兆勇啊 我把公司最要紧的财务部门交给你 你居然敢动这种念头 财务总监肯定是一炉到底呀 而且我担心 他会把审计的人找过来 把我以前做过的账 像闭头发似的都闭一遍 你那些账还没做平 有的做平了 有的还没有 这要仔细查 肯定能查出来 即使不开除我 总部肯定不能 让我再留下去了 最好的出路 也就是发配到工厂 去当个普通工人 都说你糊涂 其实啊 你比谁都聪明 很有前瞻性嘛 把后果都想到了 要想让他们 别盯住这个频道 就赶快换频道 要找出新的娱乐片来才行 而且男女主角 必须是两个大腕 你不是说那个李秋阳 现在是最得意的时候吗 是啊 这周三全公司高管 还要去开年会呢 其实开会只有半天 主要是犒劳犒劳大家 活跃活跃气氛 何曼丽也去吧 去 他是旗舰店的老总 当然得去啊 林思佳不去 不去 我说 银滩 多么浪漫的地方啊 阳光 沙滩 海浪先人张 还有一位老传长 表哥的意思是 我有什么意思 我只是唱几句歌 我没什么意思 何曼丽对李秋阳旧情未灭 那最好就是 给他跟李秋阳找点机会 如果伊美斯的老总 真跟他的女下属 闹出点什么绯闻来 林思佳那个急脾气 绝对饶不了他这个闺蜜 在趁热在网络上这么一吵 那绝对就是一部 最好看的电视剧 这不就换了频道了吗 是吧 表哥 是这意思吧 看看 看看 我就不信 他不上钩 莱莱 我啥子要到婚介组来嘞 网上就能征婚 很方便嘞 贴个表就行了 什么 你到网上去征婚了 把你的信息都放上去了 没有 我就是好奇 网上嘞有一张表 问你是来嘞还是女嘞 还问你想找啥这样嘞 你还真甜了 他也没有说要收钱 贴着耍嘛 我告诉你啊 网上不靠谱 他明明月薪三千吧 非要说成三万 他明明是一个保安 他非说是什么经理 白领 高管 反正也见不着本人 咱家多数有照片嘞 照片也是批过的 一见到真人啊 登登登 下你几个后棍犯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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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年好和婚介所 就这儿 就这儿 李总 公司高层年会的事啊 办公室已经跟银太那边联系过 这是他们给的预算报告 不对 赵勇 这价格比去年高多了呀 是啊 我让办公室跟他们讨价还价 好几轮了 本来比这还贵呢 这个季节会议特别多 一般公司根本排不上 姚总说跟咱们公司是老关系了 所以推了别的会给咱们的 赵勇 要不换个地方吧 看看怎么样 联系了一圈了 家家都涨价了 问题是 档次比银太可差远了 价钱是没法再砍了 不过他们说 可以给咱们增加几个免费项目 会议师可以免费使用 还有 无线上网了 棋牌室啦 室内泳池 沙滩排球 不对 赵勇 你看你看 这人数怎么比去年多那么多啊 您忘了 多了一个旗舰店哪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总部这边又多了一个 拓展部的经理 高管领导就十五个 再加上工厂那边六个 外加司机 秘书 外联 人数这一下就上去了 绝对没错 是啊 说得没错 这个季度啊 咱们把人事调度 全都办完了对吧 然后今年吧 咱们工厂 包括旗舰店 这些工作人员都挺给力的 经常加班加点 所以该放松的时候是得放松 也不能老绷着 这么着吧 咱们第一天呢 开会 第二 第三天呢 就多安排一些活动 让他们玩得开心点 尽兴点 这该花的钱啊 总得花 不能老绷着 对吧 行 好 那我就去办了啊 去去去 好 好 记住了啊 我们可是钻石会员哦 放心 老太太 我们这儿好多钻石会员 都符合您的邀请 一定能找着啊 是啊 他们有的出国了 有的出差还没回来呢 是 我们会抓点时间跟您联系的 等您电话啊 好好好 行行行 放心 好好好 总好啊 你总好啊 回去吧 回去吧 不好找啊 太不好找了 这么漂亮 长得像个大明星 偏偏还是个总经理 有难度 太有难度了 我们那些金牌会员哪 和他站在一起 数据不好听的 那简直就是牛粪哪 人家老太太催得急 钱也付了 咱赶紧回去找两张照片 先发过去吧 好吧 好 走走走 走吧 思佳 他们两个去你不去啊 我不去了 我周末还要去趟农场呢 人家公司旅游 都是带着家属的 妈 要以后想去呢 我就带你们去 全家一起去对吧 这次是公司高管开会 知道吧 开会不就半天吗 主要是放松放松 我刚才亲日听见你说的啊 妈 妈 我又不是医美司的人了 我去也不太合适啊 原本我是想过 把家属都带去 可问题是 现在就有三十多人去 带上家属得有多少人 这指标超标了 超预算了 再加上又不是周六周日 别人的家属都得上班 你看咱们家的多多 也得去上幼儿园不是吗 我是无所谓 我又不想去 还不是希望你们三个老同学 热热闹闹的 妈 我们老同学聚会 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周是人家公司聚会 我去多尴尬呀 是吧 再说了 我这周还真的要去趟农场 我买了些新种子 跟固然商量 要做一下无土培植 别说话 看这个人 看这个人 不是 怎么了 曼玲 你看这个人 像不像那个何大田 谁 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今年三十九岁 巨蟹座 我是一名律师 听到没有 律师 职业不错 马上要给谁 律师可挣钱了 好厉害 最重要的 她是巨蟹座 巨蟹座怎么了妈 知道曼玲是什么座吗 曼 我怎么知道啊 跟我一个星座嘛 我们俩同年同月的嘛 天蝎座啊 天蝎座的女生 要配什么样的男生最好呢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说呀 巨蟹座 你不就是巨蟹座嘛 巨蟹座的她 给你专注的爱 她在你的身边 你会感到温馨和安全 老公 你巨蟹座 相配都是百分之九十六 妈 太神了你了 您从哪儿看来的呀 我都不知道 网上啊 著名风水大师刘晓天 就这么说的 妈 不对 不对 我想起来了 这个人 我明明在百年好合婚介所 看到过她的资料 她怎么又跑到 桃花满天去做嘉宾了呢 妈 你把人家曼玲的资料 送到婚介所去了 是啊 妈 您怎么自作主张 您也不问曼玲 人家愿不愿意 把资料给送去 我就自作主张了 怎么着 曼玲这如花色 曼玲的年龄 得赶紧找一个条件好的男的嫁了 哪能像你一样 整天工作工作 好歹你是有家的人 怎么就不为曼玲想想呢 曼玲啊 阿姨 现在哪还有什么好男人可找的 难道你没听说过啊 最好的男人都找了最差的女人 所以最好的女人 也只能找最差的男人喽 你只要找最差的 那还不如不找 对吧 不能这样想 不能这样想 那李秋阳是什么类型的男人呢 我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那我是最差的了 我可没那么说啊 你刚才说的 最好的男人找最差的女人嘛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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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说曼玲的婚姻吗 对对对 我看指望你们是指望不上了 这事阿姨替你张罗 啊 TOSMASTER 是吧 对对 你那英文应该还不错 是吧 我 我 我们俱乐部人都说我讲了一口标准的东北雷诗 对对 对 东北雷诗 这וכ 翻译 我 也许应该放弃你 也许应该宽恕自己 炎花即使在米里 夜消散的古留痕迹 封存曾经的记忆 忘记拥有过的甜蜜 南海山埋你我心里 将泪摔进风里 其实爱情如同像起一样 回风吹过随风飘散 其实爱情如同花儿一样 花起一盒如何重来 其实爱情如同光明一样 不知不觉春去挑来 其实爱情如同流沙一样 紧握手心终将潇散 在任性放开 其实爱情如同像起一样 回风吹过随风高散 其实爱情如同花儿一样 花起一盒如何重来 其实爱情如同光明一样 无知不知不觉春去挑来 就是爱情如同流沙一样 紧握手心终将潇散 在任性放开 也许应该放弃 也许应该放弃你 也许应该宽恕自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